这里是联合国电视台 您现在收看的是联合国在行动 这是塞内加尔格雷岛奴隶城堡和不归门 在这里 数百万奴隶被卖往世界各地的英国、德国、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 几个世纪后的2007年 联合国大会同意设立永久纪念碑 以缅怀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受害者 亚马加总理波迪亚辛普森表示 是他们的血汗和眼泪 浇灌了我国的甘蔗地 他们中的一些人领导了起义 遭到折磨 被处以绞刑 使他们以生命代价 为我们赢得了自由 我们必须承认悲剧 确认遗产 永至不忘 2011年 永久纪念碑委员会 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发起了一个国际设计竞赛 联合国新闻部副秘书长 彼得朗斯基蒂芬所表示 这种具备象征性的设计十分重要 我们需要在联合国总部设立标识 缅怀那些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受害者 提醒我们过去的暴行 同时保证相似的事件永远不会再发生 来自83个国家近310名艺术家 提交了他们的设计方案 其中16份方案通过了初选 杨买家国立美术馆馆长大卫·博尔科斯 担任五人评审团的主席 终审之前我们都处于盲审状态 我们对参赛者信息一无所知 总共有七位艺术家通过了盲审 我们随后才被告知了他们的相关信息 其中有些相当令人惊讶 一名中国的建筑学学生 和来自意大利 美国 法国 哥伦比亚 葡萄牙 和芬兰的著名建筑师 这七份进入中选的方案 只有一份会被采用 紧张 焦虑 激动承扎其中 候选人甚至不知评委 在寻找什么样的特质 我面对的一大挑战 就是找到能同时传达两种内涵的方案 要能通过较为传统的方式 呈现并纪念这个悲剧本身 同时也要传达对未来的希望 与正能量 大家期待已久的时刻 终于到来了 获胜的是 罗德尼利洋的回归之州 罗德尼正是由非洲迈到海地的 奴隶后代 他目前在纽约 从事建筑设计工作 曼罕德尼下层的 非洲裔公园国家纪念碑 就是他的作品 我们决定做一个船状设计 建立一个互动空间 让人们能够在参观纪念碑的同时 了解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通道 纪念碑将于2014年在纽约展出 从而为数百万参观者敲响警钟 是后代了解人类历史上最悲惨的事件之一 回归之州 与不归门形成鲜明对比 他将长久屹立下去 提醒人们 悲剧不应再次发生 本节目由玛丽·费雷拉 为联合国制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